《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晚報 剛剛說了金槍人的展示開始 大家可以移一移玉堡在中環 一會兒你會再說地址 偽展會有今天、明天、後天、三天 好了, 北角開槍事件 蕭澤儀今天出席南區區議會 會議後會見傳媒 她向死者家屬和傷者致深切的慰問 大家都不想有這些事發生 她說警隊內部有嚴謹使用槍械和不同武力的守則 警員也有定期訓練 包括在不同的情況下是否需要用槍 她說案發當日死者手持剪刀和賽刀 警員也重覆警告希望對方冷靜 放低武器 但在電光火石之間 死者突然衝向同時 最近的距離是一點 不是大家想像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有兇徒拿著可致命的武器衝過來對著你 假設有警員在場 你希望他作出果斷行為 盡快制止還是停止談判 希望大家認真想想 他又希望外界切密標籤精神有問題的人士 因為如果有人手持可致命的武器施襲 警員是會作出專業果斷的反應 盡快避免任何受生命危險或受傷 任何人受生命危險或受傷 好了 警方非常重視案件 交由港島重案區調查 老實說 一個有精神病的人握著武器 這樣衝過來 那天我已經說得很保守 我就說 讓警察去查 其實現在我不知道是外界還是我的質疑 其實我是奇怪 為什麼那天 基本上案件一發生之後 他那個德國那個 不是蕭澤儀 那個警司 就走出來說 警員開槍合理 合情的 很恰當的 他就要先查一下 現在也是要調查的 其實現在也說 會繼續調查的 現在人死了 那你還查什麼呢 當然是查 當時的開槍合不合理 情況是怎樣 原來現在正在查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他 是OK呢 蕭澤儀是說得厲害很多的 他是說有嚴格守則 在這樣的環境下 大家想像一下 那你是想怎樣呢 他都沒有說那個是對的 他的口腦 但是上次那個警司 那個總警司走出來就說 會合理合情 有時候有些事情要講procedure 也要講程序 你先查一下 好了 另外 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有型 689 他可能剛剛生日沒多久 就是7月14日 他就收到一個電話 就恐嚇他 OK 這個是人家 random地找到他 還是 明知是他 都不要緊 因為他跟對方說 我是梁振英 他說的 但是對方繼續去 想著去詐騙他 於是乎他好 就出個post 去說市民 不要姑息他 遇到類似情況 應該立即報警 他強調 這一種人除了說粗口之外 沒有其他力量 首先這樣說 真的沒有其他力量 這件事我同意 梁振英 是689 但是這些人 是否說粗口 又不一定 說粗口又怎樣 說粗口 對我來說 也不是力量 就是 就說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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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的 他說應該立即報警 其實都很多人報了警 不過很多人覺得 實在說 是你少會覺得這麼神奇 因為我們普通香港人 現在這些電話 都收到三五七個 都沒有什麼 都不聽 報警有沒有用 有什麼用呢 好了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說 有網上貸款公司 發短訊給他 說他家裡的外傭 欠他們幾千元 要求他代話 經過他拒絕後 他們竟然出現恐嚇他 再去報警處理 他說他曾經跟 網上貸款公司的職員講話 他說對方用粵語 普通話和英語 發現對方有濃厚的聲馬口音 又未必是 為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 聲馬人很少做 地方就是在南洋那邊 就是緬甸那些 那些 那些 台湾仔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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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借錢 很多公司都沒有借錢出來 那些 那些 相信這些是由外國人 微岸非法操縱 還在香港沒有註冊公司或辦事處 亦都不會亦都不敢將外傭告上法庭吊出什麼 這些叫做吊魚 我告訴你 莫說你外傭欠錢一點 就算你被拍到養餐廳的奔舟 他也吊你未必扔出來 現在還好 他扔出來也不用怕 他就扔那個啤梨在那裡打飛機 我還可以說 吊你什麼AI來的 甚至不是AI 還沒弄弱 我以為他是女兒 我看他這麼正 就打算跟他吊你媽媽 我就負責他 他就自摸 被他拍攝了我 其實你只要不怕他就沒有你負 你們自己怕他就這樣給錢 吊你媽媽媽 就像我們上次的網友上來 很能怕 怕什麼 我不是說過的 一個網友 在Facebook上強調 說在Facebook上從來沒有試過 有一次Facebook人家P.M.他 然後他就回應了 誰知道 他又出到去 他叫雞 其實那個女兒一定不是真人 他那個人就叫他去 賣點數卡 賣Google那些 然後他買了幾千元 誰知道沒有料到 好了 他就被人騙了 當然沒辦法 沒辦法 誰知道那個人還說 你媽媽 你再給我多少萬 要不然我已經檢查到你在哪裡哪裡 OK 然後呢 再把那些 寫給他 那些人被人看 啊 這樣打的那些 他說 屌你媽媽 我們是新移安的 還這樣說 第二天 我喜歡Beyond 他整晚沒有睡 就走上來問我怎樣 我不能寫你 他說不是喔 他說找到我 他找到你才算 我說你是我 他說 如果你是我 我是你 我屌你 最緊的電話就屌齒他 然後 你只是屌齒他 他又不用我的電話 他就行 然後他說 找到我 他一大輪到我 臨你走的時候 我已經好想發火 你知道那些性格嗎 我已經吊咬他 我已經吊咬他 他還好想怕 我真的沒有你負 不要說他真是達賈毛澤 他真是香港又如何 現在你被人騙 你還好想怕 你還好想怕 你還給他幾千元 他後來 還給他萬幾人 好啦 很可憐 這件事 就是721結案 但721我要講清楚 這個是黑衣人的721案 就是林卓廷等人的案 這個結案陳詞 這個叫 這個叫 這個控方 叫 叫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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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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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另外六個人在7.21元朗站的襲擊事件被控暴動罪 審訊由去年10月開始橫跨差不多一年 今日19號進入第50日的審訊 控辨雙方作結案陳詞 在區域法院的法官陳廣池要求下 撞住陳廣池 律政司高級檢控官陳惠明今早在庭上 歸納和讀出涉及7名被告 即是林卓廷和其他六個被告 案情分析 針對首被告林卓廷的案情 控方從7方面去反駁 他說林卓廷的辯解屬於不合理和不可信 又說林卓廷當晚的行為和公職人員不符 甚至是濫用職團達到私人目的 甚至乎他指出 這個721的事件其中一個起因 就是歸咎於被告的發動和參與 在這個陳詞期間 林卓廷不時苦笑和搖頭 721這件事件的發生 其中一個原因是歸咎於被告的林卓廷的發動和參與 哇 我真是覺得 真是你沒有辦法的 阿正 就算我 自問口涉面級 即使我當年努力讀書 練好中英文 練好邏輯訓練 或者我繼續好像現在那麼考驗令識也好 不過我真的說不出 這個結論可以這樣作出來 即是林卓廷是白衣人 你真是可以這樣說話 他一開始在元朗 好嘞 好嘞 這件事我們說 神糕那麼早 我都不要說那條 那條什麼 叫人去 石鏡權 你說是他發動 我也相信 喂 我就相信 因為他說完第二天就開始在facebook 出現那些 古惑仔照片那樣東西 然後當晚我們看看垂主721的鏗窗站 我們看看蔡惠寧 那個什麼 蔡惠寧 蔡惠寧 那個垂主721 喂 根據網上我們看到的資料 這件事清晰到不得了 其實有沒有鏡頭看到林卓廷打人 當然沒有 你林卓廷極其量 他極其量是什麼呢 第一這個好笑文獎 第二 他極其量只是抽水抽著火水 你說他的心裏 他都不是想著去解決這件事的 去搞想搞震的 但是你看回他 他解決不了這件事是事實 他有什麼搞震的 他還要被人打 還要被人打 爆光了 他叫市民退開 是吧 這是什麼事呢 好了 好了 空方 說 第一 首先 林卓廷解釋自己作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 有責任處的事件 他要 博 他說 看回林卓廷由2016-19年 所關注的北區事件 即是涉及水貨客大廈維修、維標和聯署安排等 你2016-19年除了在721之前 你是沒有721事件的 他想關注這樣的事件都不行 大哥 是吧 他說 從武咒元朗事件作出 信問和關注 這些呢 是強詞奪理 老實說 你問我 當晚元朗發生的事 每一個官員 每一個立法會議員 甚至乎如果有香港市民 他覺得這件事很不妥 為什麼會這樣打人而沒有警察出現 於是乎落到現場 無論是觀察 勸坐 或者怎樣呢 或者保護被襲擊的人 我覺得都是有 合意深場 要大書特書大大鼓勵 我認為 一個真是合理的社會 原來就是因為 新界東選區 都不包元朗 所以就turn down了 喂 你之前都不關心 只關心水貨而已 喂大哥 我也是 再說多次 721那件事 在2016 1718 都沒有發生過 他才知道你 我怎麼想知道 我經常都不會知道有陳鴻佳 我怎麼想會知道 失修改 圖管條例 所以林卓廷當晚 去那裏定非履行公職 另外 他說 他去到 林卓廷 在去到元朗之前 在Facebook 發三次post 提及元朗的黑社會 他說表面上 就是叫做市民注意安全 實質 是明示或者暗示 呼籲市民 入元朗生事 哇 打情為名 你都是受英職教的法律訓練 表面 就是叫市民要注意安全 實質是明示或者暗示市民入元朗生事 我就是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具體掌握了 有多少人看完林卓廷這個post之後就進去 接受了明示或者暗示 去元朗生事 好了 之後的事件發展到這樣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歸咎於被告的發動 和參與 他說林卓廷說 元朗的目的是監察警方行動 這件事我相信 我相信他是這樣做 如果不是一個 手無鑊雞之力 你想他怎樣 那你是沒有警察 那他就去監察要看 好了 大部分時間留守在西施站 主力是注視著 和對刺白衣人 出刀才行的 他叫你了 監察警方行動沒有幫助 第一 他是被困惹著 就是 你叫你了嗎 不是啊 你可以走 我真的不敢走 你問我 你走吧 到時你 你叫你了嗎 我叫你了嗎 被人打到你 他裡面都被人打到爆光 第二 他說 他都沒有監察警方 大哥 警方不來那怎麼監察啊 就是 大哥 是不是 我真的沒有符啊 程偉銘跟著說 被割作供時 承認曾經參與其他社會事件 那當然啦 參與其他社會事件 有什麼關係啊 跟他是不是 這裏是不是參與暴動 他說對示威者 對示威者 穿深色衫 會戴面罩 戴口罩 用雨傘早傘陣 是有認知的 曾經舉例 見到大型聚集 演變成暴力衝突 所以 控方說 當林卓廷到達元朗西鐵站 見到大型人結集的時候 他沒有出閘 就必然是知道 集結有機會引致衝突啦 但是 他沒有勸別人走啊 反而要求警方盡快到場 你想要去哪裡啊 人家要回元朗嘛 人家在住元朗嘛 還有一段時間 車不想停啊 然後 我走去哪裡想到啊 OK 好了 他說他 是有立場偏幫付費區內的人 但是最主要就是 為了留在那裏 就是挑起仇恨 去對控白的人 就是挑起裏面的人 的仇恨去對抗白衣人 含糟糕 可以說到這樣 你是否佩服毒 不是我被人帶來 我挑起仇恨 挑起仇恨 如果裏面 那些所謂黑衣人 或者不是白衣人的人有仇恨 你想想白衣人多多都不夠死啦 我跟你說 好了 恐慌就是說 林卓廷說在現場做調停者角色 譬如他叫人不要出閘 又曾經叫白衣人不要動手 但是 是由片段可聽見 林卓廷很早階段 就不斷說白衣人 是黑社會 是抹黑白衣人 令到付費區裏面的人 對白衣人的仇恨 以及對抗 就是說 林卓廷叫他們黑社會 抹黑他們 他們有沒有黑社會 其實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在當時這樣的環境下 說你們是黑社會 黑社會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他的那個 那個語境 無人境是不是 是不是 無法無天 你還不是黑社會 其實真的不是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說 對不起黑社會的朋友 香港的黑社會 是吹水的 你以為這麼冷靜 你記不記得當年 你以為是 九龍堂哥後事件 拖了幾百人下去 又十四 又這樣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林國斌 阿根 誰說的 大家明白 你以為人家 你以為人家 你以為人家經常說話 你以為人家 十條八條人 後來釘了 阿維哥 那些 就這樣 這就是香港的古惑仔 這就是香港黑社會 就這樣 只不過 說完條數 後來 後事 就是 無端端 在灣仔又發生多過事又 又出事 這就是那些後續而已 這些行徑還不是嗎 好了 他說 林卓廷說 黑社會不要走 是口不對心 因為他不想 是說法不可信 因為他估計其實 林卓廷的心是希望那些黑社會 就是他白衣人留在那裡 他去挑撥這件事件 是令這件事件更加火上加油 他說他專程去到元朗 作為調停者應該保持中立 或者勸戒 但是他在付費區內縱容 做習人士叫口號 對白衣人不試圖 理解他們的來意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先生請你們不要打人 你們這邊的朋友 請你們不要那麼衝動 請你們不要還手住 不如大家都是元朗的居民 不如大家給我一個貶 大家化江哥為玉白 握個爬 做回朋友 起不是好 兩邊都打緊他 喂 你不是打算這樣 不如郭官示範一下 程慧明 老實說 你那時候的環境 他應該做得很好 我可以做什麼呢 好想我沒有進去 我進去 一定會打你 我躲在人群中 就這樣打招東西 我從小大就這樣打招他 就是在後面那些嗎 為什麼 我攻擊到他們 但是如果他們還要打 打到我前面人黨 那我就不想世受傷 我從小大都會打掘 我絕對不會 而且我一定會打你打你打擾自己 我怎麽勸啊 那班是央風塵惡殺 大家發光光維玉白 給個面子給我 兩面子給你 好了 他說 他不但沒這麽做 中間還叫一段 黑社會不要走 更加令到那些人士 火上加油 而且他不試圖理解他們的來意 他不想說 大家住手 試問一下 穿白色衣的朋友 你們現在究竟有什麽目的 為什麽要打人 為什麽要無差別地打人 有什麽事是否坐下慢慢說 比較好些 大家自己香港人不要這樣 大家給我面子 我叫你老母 你真是做給我看 又不考慮白衣人一方的感受 為什麽你們這麽生氣 其實 是否這麽人 原來是這樣 原來你們破壞家瑜 原來你們搞事 OK 白衣的朋友 有沒有理解過這麽年青人 或者這麽街坊 他們為什麽要搞事 和理解後面那些街坊 剛剛放工 為什麽你勾到他這樣 不如這樣 不勾了 大家就發光光為玉白 好嗎 我叫你老母 是不是這樣 這個程衛明是什麽人 我真的要上網看他什麽人 我看一個相是怎麽樣 好了 不勾了解他們的來意 考慮白衣人的感受 他又說 看不到白衣人保衛家園的標誌 質疑 他真的看不到 還是想掩飾他們 知道白衣人的目的 如果控方 你是不是言下之意 如果他舉著所謂的保衛家園 就可以這樣 是不是這樣 就算他看到這樣 又怎麽樣 你的保衛家園都大了 可以無差別打人 他真是神經病 他真是神經病 你家園在地鐵站 真是神經病 控方再反駁 林卓廷說 入元朗目的保護 年輕人免他們受襲 但又見不到任何實質行動保護 那你想他怎麽保護呢 例如 建議在場人士 即刻去換錢穿衣服 如果他真是保護年輕人 應該權衡守法 而不是作出正面衝突 從來沒有跟白衣人討論 被年輕人市民出襲回家 我調理他好嗎 各位兄弟 這些市民 這麽熱 返家而已 收工 這班同學 這班年輕人 有錯也好 給他們一個機會 好嗎 大家讓我一條路 我保證他們不追究 好 給他們回家出責 好嗎 我調理他 你想怎樣 程維平 我真是笑 大家給我看 他很有想像力 我真是想不到有人竟然可以 在那個畫面裏想到這樣就真是好 我調理你老母 我真是不懂得說 漢方最後歸納就是 林卓廷 在一個暴動案參與程度極高 歸納他一系列的行為 包括第一 聯絡各單位人士 好像當區區議員 黃偉賢 警民關係科 警長 宣問現場情況 到場後 又指示市民 怎樣去處理證物 帶領人群走向襲擊 迎向白衣人 用黑社會的字眼 激起付費區內的情緒 和挑釁白衣人的情緒 指揮付費區內的人士 對付白衣人 好像喊 不要吞 又好像喊 不要追 不要追已經好想怎樣了 無論如何 解讀都是法號司令 指揮區內人士 拍下白衣人的樣子 喂大哥 拍下的樣子 又叫助手 用電話做直播 用電話做直播 是號護照其他人一起來搞事 很長時間 站在付費區內 前線和較前地方 其間身邊群眾 和白衣人指罵 夾襲著粗言諭語 和站內人士 以兄弟互相稱呼 加強合作默契 嘩 你不要說聲 是加強合作默契 你被人打不說髒話了 有一段時間 還差出大聲弓 主導行動 壯大聲勢 有時 又向月台揮手 一揮手的時候 隨即的人 將遮掩的東西 由月台 擲往大堂 便利前線 捉起散陣 恐慌總結 從錄影片段所見 林卓廷現場 向白衣人挑釁對抗 如果不是警方到場目睹其行為 如果警方到場目睹其行為 相信都會將他拘捕 又說 其實集內人士 不希望警方到場 嘩 你怎麽開得到一個結論 集內人士 不希望警方到場 你憑什麽這樣說 是集內人士 一直看到警方不到場 於是才會出現 那些對抗 保護自己的行動 黑社會不要走 他都說 假設警方很快到 你真是不懂得說 是吧 好事啊 程慧明 我覺得是好事 這個程慧明 OK 謝謝大家